哈喽大家好 九妹年生见肉 来到牧鼠地这边来挖一点的 黄柚的牧鼠回去包一个糖水 哈哈 因为这个糖水的话 在我们本地这个糖水店里面 肯定少不了的 牧鼠糖水 这个就是我们的牧鼠了 这个牧鼠 连根拔起来 啊 你看我自己种的就是 我都没有管它 所以说 它就长得小条 这个牧鼠的话 它不管是大还是小 都是一样的粉的 现在就先把这个牧鼠 给大家削好皮先 这牧鼠的话 它是也有大根也有小根的 这种的话 它就比较大根一点 你看 里面是黄柚的 你就只要给它 用刀来给它剥开 剥开了一刀 然后呢 就在这里掰 就直接把外面就一层皮 给它掰掉 你看 很简单的啊 完完整整一根牧鼠 就掰出来了 好了 把这些全部掰好了 全部掰好皮 我就给它剥成小块的了 剥主给它 切开 切开了之后啊 我们就要给它切成小块的来剥了 切碎了之后我们要清洗一下 然后放到锅里面白皮 这要加水进来 这要加水进来 放冰糖的话 它比较清甜 这样子的话 给它这个冰糖融化 我们的木薯就可以拿出来了 可以了 去过了 已经玩到这个木薯的香味了 你看 哇 透明透明的 来 开始吃了 哇 金黄金黄似的 你看 这个就是木薯糖水了 嘿嘿 开始吃了 哇 这糖水都跑出来了 哇 好粉啊 嗯 放冰糖真的特别的好吃 嗯 甜不腻的 嗯 对吧 你看到我一咬就知道是粉的 嗯 好好喝啊 汤水也好喝 木薯水也好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呵呵呵 好